养老院门口人很少 幼儿园门口却家长成群 生命中曾经最关心你的人 现在可能是你生命中最忽略的人 在你小时候 父母在幼儿园门口等你 而当他们老的时候 却在养老院盼 父母虽然没有让我们住上别墅 但也没有让我们流浪街头 父母虽然没让我们穿上几千块钱的名牌 但也没有让我们冻着 小时候我们总是淘气的缠着爸爸 不愿意让他上班 要求他留下来陪我们玩 在院子里也看见一群小麻雀 你反复地问这是什么 问了15次 父亲便耐心地回答了15次 而且还会夸你可爱 而当父亲问了一个问题 问了我们两次就烦了 我们没有耐心 仅有的回应却是一顿训斥 我们长大了 从什么时候起 不想再和父母在一起 觉得他们变得唠叨无趣 处处制约你 约束你 我们迫不及待地想逃离家 去更远的城市 自以为出去了就可以达到自己的舒适圈 殊不知生活的苦 无数的父母都在默默地扛着 因为他们肩上是家的责任 和对儿女的爱 所以你才会衣食无忧 顺心如意地生活着 你永远不知道你不在家的时候 他们的餐桌有多么的简单 你也永远不知道你回家的日子 被他们算计了多少次 你随意的一句来日方长 而对他们而言是人走茶凉 你随口提到哪一道菜好吃 他们会一次次地做 直到你厌烦为止 他们的一生都在拼命地对儿女好 不要因为习惯了接受 就忘记了感恩 古代有一个孝子的故事 一直流传至今 父亲在孩子犯错时 总是严厉地教导他 有时还会打他 待他长大成人犯错时 父亲的教训依然如故 有一次父亲打他 他突然放声大哭 父亲很惊讶 几十年来打他从未哭过 于是就问他为什么要哭 他回答说 从小到大 父亲打我 我都觉得很疼 我能感受到父亲为了教育我 才这么做 但是今天父亲打我 我已经感觉不到疼了 这说明父亲的身体 越来越虚弱 我奉养父亲的时间 越来越短 说到此 我不禁悲从中来 父母为了抚养孩子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年华消逝 日渐衰老 为人辞责 更应该孝敬父母 你一心在外打拼 偶一回头 可能那个老父亲 已经满脸皱纹 满头白发 垂垂老矣 对于长大后 长期在外工作的我们来说 有多久没有给家里打过电话 是否忘记对父母应有最深的牵挂 与最彻底的感恩之心 我们是否一次又一次心存侥幸 认为父母还很健康 对他们的孝顺不用太着急 然而 即使我们怀着一颗孝顺的心 想着等自己发达 一定要好好孝顺父母 但是我们的父母 会在原地等我们吗 当我们有足够的财富 去孝顺父母的时候 可能我们已经没有机会了 即便是这样 现实中 有些兄弟姐妹 为老人的抚养问题 自生矛盾 互相推诿 反目成仇的逼比皆是 曾经有人问我 如何才是对父母最好的回报 方法无需多言 那就是永远不要去 跟你的兄弟姐妹相比 不要去计较他们 做的好与不好 你只管问自己 有没有尽到最大的努力 只要自己努力了 尽心了 这便是我们对父母 最好的回报 父母在 人生尚有来处 父母去 人生只剩归期 如果时间允许 一定记得常回家看看 不仅是儿女应尽的笑 更是父母心中所愿 哪怕是一句贴心的问候 一个会心的微笑 对父母来说 也比一座豪宅 一打钞票 更加珍惜 如果你想对父母 说些什么 现在就行动吧 赶紧拿起手机 给父母打个电话 捞几句磕 对他们说声谢谢 不要等你想去 珍惜和付出时 爱意悄悄从身边滑落 只留下子欲养 而亲不待的遗憾和悔恨